1038歲的男子在旺角一間酒店報案 她的頭和頸都流血 還說肚子好痛 事發在星期六早上7點多 聖中的受害人報警說 自己在凌晨4點多在紅磡一個樓上倒檔 消遣期間被十幾個人圍毆 警方到場調查 她就突然之間對事件的過程咬咬 改口就說在凌晨的時候 她是一間工業大廈劏房老探朋友 離開的時候 就在地上遇上8至10位大漢 被對方拉入樓梯間到C閘 用硬物肩膀 還被對方拉走了兩部電話 她受了傷 回到旺角酒店 她老婆就幫她報警求助 警方把案件列為襲擊和盜涉 而男子都被送往廣華醫院 事件的內情仍然在調查中